社会救助法 及难救助及灾害救助 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卫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项 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长者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第四条 本法所称低收入户 只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 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 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 且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 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 当年度一定金额者 前项所称最低生活费 由中央 直辖市主管机关 参照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 当地区最近一年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支 并于新年度计算出支数额较现行最低生活费 便动达5%以上时调整支 直辖市主管机关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前项最低生活费支数额 不得超过同一最近年度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 全国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 以下称所得基准70% 同时不得低于台湾省其余县 是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 但本法中华民国99年12月10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后 第一年依前项规定锁定支最低生活费数额超过 所得基准70%的与维持 并于低于所得基准支70%前 免依前项规定调整 其低于施行前一年最低生活费者 以施行前一年最低生活费定支 第一项锁定家庭财产 包括动产及不动产 其金额应分别定支 第一项申请应减负支文件 审核认定程序等事项之规定 由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定支 依第一项规定申请时 其申请户之户内人口均应实际居住于户籍所在地之直辖市 县市且最近一年居住国内超过183日 其申请时涉及之期间 不予限制 第四之一条 本法所称中低收入户 只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 符合下列规定者 一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 每人每月不超过最低生活费1.5倍 且不得超过前条第三项之所得基准 2.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 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 一定金额前项最低生活费 申请应减付之文件 及审核认定程序等事项之规定 依前条第二项 第三项 第五项及第六项规定 第一项第二款锁定家庭财产 包括动产及不动产 其金额应分别定之 第五条第四条 第一项及前条锁定家庭 其应计算人口范围 除申请人外 包括下列人员 1.配偶 2.一亲等之直系写亲 3.同一户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写亲 4.前三款以外 任列纵合所得税 抚养亲属免税额之纳税 义务人 前项之申请人 应由同一户籍具行为能力之人代表之 但情形特殊 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同意者 不在此县 第一项各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列入应计算人口范围 1.尚未设有户籍之非本国籍配偶或大陆地区配偶 2.为共同生活且无抚养 是时之特定境遇单亲家庭 直系写亲尊亲属 3.为共同生活且无抚养能力之以 结婚直系写亲卑亲属 4.为与单亲家庭 为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无抚养事时 且未行使 负担其对未成年子女权利益物之父或母 5.应征及召集入营服兵役或替代役现役 6.在学龄有公费 7.入狱服刑 因案积押或依法拘禁 8.失踪 经向警察机关报案协询未或达6个月以上 9.因其他情形特殊 为旅行抚养异物 致申请人生活陷于困境 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访市评估已申请人最佳利益考量 认定已不列入应计算人口为宜 前项第九款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订定处理原则 并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协助申请人对第三项第四款及第九款 为旅行抚养异物者请求给付抚养费 第五之一条第四条第一项及第四条之一第一项 第一款所称家庭总收入 指下列各款之总额 1.工作收入 1.下列规定计算 1.已就业者 1.依序核算 1.依全家人口当年度实际工作收入并提供薪资证明核算 无法提出薪资证明者 1.最近一年度之财税资料所列工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财税资料查无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资证明者 1.台湾地区职类别薪资调查报告各职类每人月平均经常性薪资核算 3.未列入台湾地区职类别薪资调查报告各职类者 1.中央劳工主管机关公布之最近一次个业出任人员每月平均经常性薪资核算 2.有工作能力为就业者 1.基本工资核算 但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认定失业者或55岁以上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每届工作三次以上为媒合成功 参加政府主办或委办全日制职业训练 其失业或参加职业训练期间的不计算工作收入 所领取之失业给付或职业训练生活津贴仍应并入其他收入计算 但一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规定参加建教合作计划 所领取之职业技能训练生活津贴不予 劣迹 2.动产及不动产之收益 3.其他收入 前二款以外非属社会救助给付之收入 前项第一款 第一目之二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计算 原住民应依中央原住民族事务主管机关公布之原住民就业状况调查报告 按一般民众主要工作所得与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 但核算结果未达基本工资者 一基本工资核算 第一项第一款 第一目之二 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作收入之计算 16岁以上未满20岁或60岁以上未满65岁者 一其核算收入70%计算 身心障碍者 一其核算收入55%计算 第一项第三款 收入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之申请人家庭总收入及家庭财产之申报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与访查 其有需为不实之情行者除撤销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外 并应以书面限其命其返还已领之补助 第五之两条下列土地 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者 不列入家庭之不动产计算 一、为产生经济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 二、为产生经济效益之公共设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 一关系之继承道路 三、为产生经济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国土保安用地 生态保护用地、古籍保存用地、坟墓用地及水利用地 四、祭祀工业解散后派下源由分割所得为产生经济效益之土地 五、为产生经济效益之严重地层下限区之农牧用地、养殖用地 六、因天然灾害致为产生经济效益之农牧用地、养殖用地及林业用地 七、依法公告为污染整治厂止 但土地所有人为污染行为人 不在此限 前向各款土地之认定标准 由各中央墓地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本法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之三条 本法所称有工作能力 只16岁以上 未满65岁 而无下列情势之一者 一、25岁以下仍在国内就读空中大学 大学院校以上进修学校 在职班、学分班 仅于夜间或假日上课 远距教学以外学校 致不能工作 二、身心障碍致不能工作 三、罹患严重伤 病、必须三个月以上之治疗或疗养致不能工作 四、因照顾特定身心障碍或罹患特定病症 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抚养亲属 致不能工作 五、独自抚养六岁以下之职细血亲 卑亲属致不能工作 六、妇女怀胎六个月以上致分娩后 二个月内致不能工作 或怀胎期间经医师诊断不宜工作 七、受监护宣告 一、前项第四款规定主张无工作能力者 同一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家庭以一人为限 第一项第二款所称身心障碍至不能工作之范围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条 为执行有关社会救助业务 各级主管机关应设专责单位或致专责人员 第七条 本法所定救助项目 与其他社会福利法律所定性之相同时 应从优办理 并不影响其他各法之福利服务 第八条 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每人每月所领取政府合法之救助总金额 不得超过当年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资 第九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未执行本法所规定之业务 申请人及其家户成员有提供详实资料之义务 受社会救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主管机关应停止其社会救助 并得以书面行政处分命其返还所领取之补助 一、提供不实之资料者 二、隐匿或拒绝提供主管机关所要求之资料者 三、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取得本法所定之社会救助者 第九之一条 教育人员、保育人员、社会工作人员、医事人员、村、礼、干事、警察人员 因执行业务之息有社会救助需要之个人或家庭时 应通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于之息或接获前项通报后 应派员调查 依法给予必要救助 前二项通报流程及处理时效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社会